Hello大家好,我是豆豆小师弟 嘿嘿,今天我和大师兄玩的依然是打僵尸和打怪物地图 哎哟,今天这个房子长得还不错哦 而且房子的周围还有一层一层的防御啊 不错不错,几个角落还有岩浆池哦 那这次的防御能力应该是挺强的了 咱们来看一下总共有几层防御 第一层是投掷器,第二层是堂盲 第三层是帝次陷阱,第四层是机械壁 哎哎,大师兄已经上到二楼了,那我赶紧也上去吧 不然的话,待会武器又被他拿光了 哎,一楼也有个小房间啊,那我得进去看看咯 这边有几张床 嘿嘿,这里还有一扇门,武器肯定在里面了 什么情况啊,啥东西都没有,又被坑了 那我得赶紧上二楼了 大师兄啊,你不要抢个我的好武器啊 哎,我还没有看一下我的背包呢,说不定有好武器呢 呃,有点尴尬,是我想太多了,我还是赶紧上楼吧 哎,大师兄怎么这么快就要下去了 他说上面什么武器都没有 嘿嘿,我感觉他的话我不能太相信 我还是自己去瞧一瞧吧 储物箱这么多,里面肯定有好东西的 那我就一个一个把它们都来打开了 哎呀呀,大师兄果然没骗我呀 什么东西都没有,这让我们怎么打怪物呀 只有这几个破蛋糕有什么用啊 那我把你们给吃了 哼,没有好武器,一点都不好吃 我不想吃了,下去下去 哎哟,大师兄已经开始要做防御了 嘿嘿,老规矩,我们做的还是激光防御哦 不过大师兄说他这次要弄一个好玩的激光网 那我先看着他怎么弄吧 哦,原来他是想把激光一圈一圈的扩大出来啊 嘿嘿,感觉这样更好玩的样子哦 我大概知道他要做什么样的造型了 那我赶紧也来帮忙吧 哇哇哇,这个激光网还挺难搞的 我们从白天做到晚上,才把它完成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效果吧 我开启背视角,这样应该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嘿嘿,真好玩 看到没有,现在激光一圈一圈的扩大出来了 做好激光防护完以后 那接下来就是等怪物出来啦 问题是,我们没有好武器,怎么跟怪物战斗呀 那我就来变身坦克跟怪物战斗吧 嘿嘿,这是什么情况 变成坦克以后,就会被弹簧给弹上来啊 哈哈哈哈,这也太好玩了吧 不过把我的坦克给摔死了 那我要等坦克恢复以后才能变身咯 现在已经是天黑了,怪物也出来了 那咱们出去外面瞧一瞧吧 看看怪物厉不厉害 诶诶,这是停电了吗?激光防护网没了? 哦,原来是大师兄关闭了以后,再重新打开 因为他想看一下整体效果是怎么样的 嘿嘿,这效果还是挺炫酷的 就是这激光跑得太慢了 一圈一圈跑下来要花很长的时间哦 哎哟,你这二撒蛋想在背后偷袭我呀 那你就跟着我过来吧 让你尝尝激光网的厉害 呀,什么情况 你二撒蛋今天怎么这么机灵了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居然会躲过我们的激光网 你这可恶的家伙赶紧给我下去啊 嘿嘿,不知道是被我打死还是被激光给烫死 反正是死了 哎呀,今天这地图比较难搞了 因为没有武器 根本就打不了怪物嘛 哎呀,被你自野萌宝给偷袭了一下 嘿嘿,你没有二撒蛋聪明啊 就直接被激光给干掉了 哎呀呀,又有二撒蛋过来了 但是我没有武器,不想跟你们战斗呀 我还是开着我的小坦克 周边都溜带一下吧 看看周围是什么情况 哎,大师兄站在那里干嘛呢 他也没有武器 估计也挺无聊的吧 呃,跑了一圈 发现周边都是一些普通的怪物 想打你们都没什么兴趣呀 哎,嘿嘿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好玩的东西了 就是利用弹簧 把我的坦克给弹到屋顶上去 呦吼,上来了 赶紧变身 哎呀呀,技术不过关 直接给摔死了 那重来重来 这次我肯定要飞上去了 嘿嘿,总算是上来了 在这上面看这些激光网 感觉还挺壮观的呀 嘿嘿,大师兄也学自我 变成汽车团上来了 我们现在两个人都在这上面了 估计怪物也打不着我们了 我们自己手里也没有武器 也不想跟他们战斗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这地图还有其他玩法吗 如果有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告诉我 哦 好